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肉夹馍特别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焯好水的五花肉倒到压力锅中 加入姜片、干辣椒、一个卤料包 适量的盐、生抽、老抽、几粒冰糖和末果猪肉的清水 盖上盖子炖大概20分钟左右 接下来来和面 这里是350克不同面粉 加入3克酵母 200克温水 搅拌成面絮 搅拌成絮状之后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干盖子 饧面20分钟 因为今天的肉夹馍 我们用的是半发面来做的 所以面不用发的太大 20分钟就可以了 移到案板上搓成长条 再来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分好之后再分别揉圆一点 再来调一个油酥 碗中加入一大勺碗中加入一大勺面粉 一小勺盐 再调入适量的热油 搅拌均匀 油酥煮做好了 再来把面团稍微擀薄一点 放上适量的油酥 抹开 再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收口处一定要捏紧 再蘸上一层白芝麻 放在案板上 用擀面杖轻轻地擀成一个牛舌状 擀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电面称预热 少刷一点油 把生胚放进去 表面再刷上一层油 干盖子用中火来烙 一面烙至微黄之后 翻定一面 干盖子接着烙 一直烙至两面 像这样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不用烙的时间太久 这样我们的口袋馍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馍 就算什么都不加 就特别的好吃 把炖好的肉从锅中捞出来 倒在案板上 用刀稍微剁碎一点 肉稍微剁碎之后 再加入适量的青椒 再次剁碎 剁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烙好的馍 从中间切开 分成两份 再加入适量刚才剁好的肉 我这里还加了一些香菜 这起来会更好吃 这样非常简单的一道肉夹馍就做好了 自己在家做的话 真材实料 肉可以多加一点 终于实现了肉夹馍的自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一个肉夹馍的做法 不用发面的 做法特别的简单 350克的不同面粉 中加入一勺盐 搅拌均匀 一半用100克的开水烫面 另一半用100克的凉水和面 再把两种面絮搅拌在一起 下手揉成面团 揉好的面团盖上盖子 饧面10分钟 10分钟之后 再来把面团揉一遍 揉光滑 再次盖上盖子 饧面30分钟 再把300克的猪肉 放到冷水锅里 加入葱姜 料酒 焯一下水 焯水之后 捞出来 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接着再倒入到冷水锅里面 加入大料 葱姜 香菜根 适量的盐 生抽 老抽 料酒 糖色 干盖子 炖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再来把饧好的面团 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方形 擀好之后 浇上适量的油酥 用瓜本涂抹均匀 上面再撒上少许的干面粉 从下往上卷起来 卷起来 卷好之后 再来把边缘的地方捏紧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取一个面剂子 把两头切口的地方捏紧 防止油酥露出来 先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开 擀好之后 像这样叠起来 横过来 再用擀面杖擀开 再次的叠起来 一个烧饼饼坯就做好了 全部擀好之后 取刚开始做好的生饼坯 再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 电饼铛预热刷油 把饼坯放进去 表面再刷上一层油 盖上盖子 用中火来烙 烙大概一分钟左右 翻一下面 盖上盖子 接着烙 一直烙至两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出锅了 烧饼稍微放凉之后 用刀从中间切开 不要切断 搂好的肉捞出来 加入一勺汤汁 菜脚剁碎 倒好之后 加入到烧饼里面 喜欢吃香菜的 再放点香菜 特别好吃的肉虾馍就做好了 自己在家做 料非常足 喜欢的话 您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视频再见 《热水中的辣子》 《热水中的辣子》 《准备烈》 《一瞬秘》 《飞水中的辣子》 《漫六月》 《辣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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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就做好了 大家好 这里是葱花米食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香酥梅菜肉饼的做法 先来准备400克葡萄面粉 再加一小勺盐 增加面的筋性 分次倒入250克的温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之后 加入15克使用油 下手揉成面团 揉好的面团先盖上盖子 醒面十分钟 再来准备适量的梅干菜 加入温水 浸泡一会儿 十分钟之后 再来把面团揉一遍 揉光滑 揉光滑之后 移到案板上 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六个面剂子 再分别把每个面剂子 揉成圆形 最后再像这样搓长一点 再准备一个盘子 表面刷上一层油 分别把面剂子放上去 裹上一层油 盖上保鲜膜 密封醒面 40分钟 再来准备300克的肉馅 分别加入适量的生抽 少量的老抽 一勺盐 一小勺五香粉 顺着一个方向 搅拌均匀 再分三次 加入适量的花椒水 每一次充分搅拌至肉馅吸收 再加入下一次 泡好的梅干菜 再稍微剁碎一点 放入到肉馅中 再加入适量的葱花 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入一勺白糖 搅拌均匀 我们的梅干菜肉馅就调好了 取一个形好的面剂子 先用手按压开 再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条 擀好之后 把一头放上适量的肉馅 对折过来 再像这样卷起来 边拉长边卷 留大概三分之一的部分 用刀划上细条 在浇上适量的油酥涂抹开 最后再次卷起来 饼头锁在饼的底部 取最先做好的饼瓶 稍微按一下 放入到预热好的电饼盛中 电饼盛要多刷点油 盖上盖子用中火来烙 一面烙着定型之后 翻面 表面再刷上一层油 盖上盖子接着烙 一直烙着两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出锅了 香酥好吃的梅菜肉饼就做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千层肉饼的做法 外皮酥脆 一层憋一层香 先准备450克普通面粉 加一小勺盐 搅拌均匀 今天我们用的是半汤面来做的 一半用150克的开水汤面 另外一半用100克的凉水和面 再把两种面具搅拌在一起 下手中成团 揉成一个光滑偏软的面团 盖上盖子 饭面20分钟 再来准备适量的肉馅 加入姜末 盐 生抽 生抽 爽量的老抽 蚝油 再打入一个鸡蛋 使肉馅吃起来口感更嫩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搅拌成肉馅上腻之后 再加入适量的葱花 加入热油 激发出葱的香味 再次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肉馅就调好了 饧好的面团不用揉 收一搓一下 再从中间分成两份 案板上撒些干面粉 取一半的面团 先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一个像这样的长方形 就可以了 再用刀在两边对称的切上两刀 放上适量的肉馅 再用刮刀抹开 像视频中的手法叠起来 点好之后把边缘捏紧 按板上再撒上一点干面粉 先用擀面杖像这样轻轻地按压 再擀开 这样擀起来就不容易泼皮了 一直擀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电饼称预热刷油 把生胚放进去 表面再刷上一层油 锁住水分 擀盖子用中火来烙 鱼面烙至微黄之后 翻拧鱼面烙 一直烙至两面金黄酥脆 用铲子按压可以迅速回弹 我们的肉饼就烙熟了 来看一下这颜色 非常的漂亮 再来听一下的声音 特别的酥脆 烙好之后用刀切成小块 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的肉饼真的特别的香 想吃吗 赶紧做起来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炸菜肉饼的做法 先来准备400克面粉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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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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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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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我是蔥花 喜欢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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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